好啦亲爱的同学们啊 咱们的这个七点钟到了 那我们的直播课马上就要开始了 先来检查老师的声音和画面 都没有问题的同学呢 先给老师刷上一波一好吗 来先检查一下声音和画面啊 你要确保自己的设备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好好来上课 好吧来给点反应 好OK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啊 今天是我们成为设计师前的预习课 第一节课开课了 那今天第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来学什么呢 萌新系统入门课堂 在我们正式开课之前呢 都会给大家上一周的预习课 主要的目的呢 还是帮助大家呢 这个提前的了解课程的一个基本的结构啊 包括呢怎么上课 怎么下素材 今天我都会讲到 好吧那我是这次课的主讲老师 泰迪老师啊 我的这个故事也很长 就不给大家做特别复杂的介绍了 你就知道你的预习课是泰迪上的就可以 你可以直接喊我弟弟 也可以直接喊我 迪老师都行 你喊我啥都行 好吧 那么今天呢 欢迎09197来到大鹏教育 你们下周一应该就开课了 所以你们开课之后应该是0926 到时候那是你们的正式课7号 那你们的预习课呢 就是0919 中间隔一周 好吧 那为什么在正式的上课之前 我们还要再开一周左右的预习课呢 首先呢 是为什么呀 是为一些基础比较弱的同学先铺铺底子 在这里 我在实际的采访一下大家啊 有多少同学是零基础的 零基础的刷零 不是零基础的刷一 就是说我之前是完全没有接触过设计 或者完全没有接触过ps的就可以刷一了 就可以刷零了 如果你多少会一点就可以刷一啊 那基本上就是啊 都是零基础啊 是真萌新还是假萌新啊 大家都是萌新宝宝对不对 那在这儿呢 预习课呢 是首先帮大家弱弱的补一下基础啊 一些基础的操作 像是打开图片啊 比如放大缩小 这些应该都撤销之类的保存 这些都应该是咱们先笨鸟先飞嘛 先提前了解一下 免得到时候呢 这个正式课跟不上 第二就是呢 让大家更好的适应课程 了解课程模式 今天的课是有素材的 是不是都没有下呢 对吧 那一会儿我会教大家如何去官方网站上下载素材 下载素材包括呢 回头怎么交作业之类的 也可以一起教你们 这样等你上了正式课之后 是不是就没有这些烦恼了呢 包括如何上课 每天几点上课 对吧 规划好大家的学习目标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我只认识ps两个字母 没有关系啊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软件的话 那你这两天呢 这一周呢 就得赶紧把软件先准备好了 赶紧下载好 好吧 如果下载软件或者是安装软件中 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咨询你的学官老师 好吧 没下没关系啊 你今天回去下都可以 那在这里说一下啊 那既然大家都已经开始上课了 那我还是要跟大家约发三章啊 那在太极的课上 包括将来大家上草堂老师的课 都是不允许拆家的 你看这个二哈一蹦一蹦的啊 不允许出现拆家的情况 什么叫拆家呢 哎怎么上的是直播课 对不对 所以大家呢 他的弹幕都是可以看到的 哎 很多东西说老师 你这个 怎么不回我弹幕啊 你不回我弹幕 你不回答我的问题 你怎么还不开始操作 你讲的太快了 你讲的太慢了 哎 那一般呢 我跟草堂都是上课的一个节奏呢 都是一个匀速较慢的节奏 因为会更加照顾我们的萌新宝宝 如果说你之前有学过的话 你不要着急 你大不了多听一遍 因为零基础的同学 他如果说是 这一块没跟上 他这一节课可能 就不太能再听懂了 所以基本都是匀速较慢的 这一块大家可以放心 其次呢 就是啊 弹幕这个东西啊 如果我没有看到你的问题呢 你可以多刷两遍 等我看到了 我自然会回你 有的时候我要把这一块讲完 再去回答弹幕 好吧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啊 不允许拆架 老师我们后面的课都是你上吗 我不是啊 我给大家上一周 到下周呢 就是草堂老师给大家上了 一会给大家看草堂老师的照片 长得很帅的啊 好 那其实呢 本节课我们既然要来学习呢 我们首先就要了解 今天要来学什么呢 开设的目的 刚才给大家讲过了 给大家补基础 让大家了解上课的一个方式 几点上课等等等等 以及呢 给大家规划一下PS的应用场景 以及大家将来的职业发展方向 包括我们的课程模式 先学什么 后学什么 让大家先逐步的开始 与正式课与我们的正式学习 慢慢接轨 直接上来高强度的正式课学习呢 可能大家有点受不了啊 所以慢慢来 我的也是CC版 正常都是用CC版的 好吧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啊 在我们的这个软件基础模块中 就是你们下周要来学习的模块 以及咱们这一周要学习的课程内容呢 都是要用到我们的PS软件的 PS软件全称叫Photoshop 是由美国澳多比公司开发出来的 那它呢是一款专门处理图片的软件啊 OK 那它做很多很多的图 什么样的图片呢 或者说将来我们学好PS可以做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出版物 一些绘本插画等等 包括线下的广告物料 什么叫线下的广告物料呢 比如说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三折页 相信大家出去逛街的时候也都有收到过 老师不露个脸吗 其实PPT第一页那个表情包就是我啊 三折页 四折页 对折页 包括你朋友结婚收到的邀请函 还有呢 名片 这都是什么 线下的广告物料 还有呢 海报 贴在这个贴在什么这个奶茶店门口的 对吧 电影海报 等等这些需要印刷的就属于线下的 怎么去区分线下和线上呢 线下就是 实际印刷的 而线上呢 是不需要印刷的 比如说你们在逛淘宝的时候看到的一些主图 详情页 以及什么呀 手机端 电脑端看到的图片 这都属于线上的 线上线下的区别主要就在于印刷和不印刷 那既然他们名字不同 一个叫线上 一个叫线下 那么肯定它的设计规范就会不一样 这个到后面呢 慢慢会给大家讲到啊 那这是咱们的这个PS的应用场景 包括呢界面图标 都打王者荣耀吗 王者荣耀如果说你想要上线 像泰迪很久没上线了 那我上线的第一件事呢 就会去邮箱里领链石 那如果说我想登录我的游戏领我的钻石 我应该点什么呢 啊不管是什么游戏吧 我要去领我的邮件 应该 点什么呀 你就在现在打开你的QQ邮箱啊 你在点什么按钮是邮箱 是不是那个信封图标哪个图标啊 信封对不对 那界面图标也是用PS挥之的 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图标 有这种扁平风的 也有一些这种可爱风格的 包括类体风格的 你点了这个信封才能领你的钻石 那我上线不能找不到地方领钻石吧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UI界面啊 用户交互的界面 包括商业金凶表情动画等等 今天呢 咱们就简单的教大家处理一下表情包啊 这个学一下如何做表情包 到时候呢 你可以拿他黑你的室友啊 或者黑你的闺蜜都可以 好 这是我们PS的应用场景 可以做这么多的东西 那学完了以后 我们的就业方向 或者说是从业方向是哪些呢 主要是什么呢 像广告公司的设计师 甲方公司的设计师 互联网 电商行业 等等等等 包括传统企业 不管是什么样的企业 总得要用到名片呀 折页呀 这些宣传产 宣传宣传物料吧 包括影楼后期 PS被誉为亚洲四大邪术之首 亚洲四大邪术知道是什么呢 可以黑女朋友吗 这个啊 你你你你 你胆够大也可以啊 亚洲四大邪术知道是什么吗 日本的化 日本的化妆 韩国的整容 泰国的变性 以及中国的PS 这种直男 就是拿PS黑女朋友啊 人家正经的什么 这个小哥哥都是学好了PS之后 给自己的女朋友上彩妆 换不同的口红色号 可以给他瘦身瘦脸 这就是影楼后期要用到的 这个炎炎真的是 你真的有对象吗 这是我们的影楼后期可以用来美化图片 和你们这个手机中的美图秀秀是不一样的 首先美图秀秀不能处理太大的图片 其次呢 PS的功能要更加的完整 可以做很多的东西 它的这个功能会更全一些 像影楼后期这种拍那种大型的写真 都是用都是用PS来做的 包括自由的职业设计师啊 你要是不愿意出去去公司里面上班 也可以专门做这种自由工作者 好吧 四大学术没错 中国的PS被誉为亚洲四大学术之首 是最神奇的 好吧 那从个人发展这个角度来说 个人发展角度来说 我们学好学完了PS之后呢 这个学会了做三折页 找到了工作 对吧 那我们首先呢 怎么 把这些东西都做好呢 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呢 比如甲方设计师 比如影楼后期 对吧 那首先你就要具备软件操作的能力 那其实呢 我们的这个软件基础课 就主要教大家软件操作的能力 以及提高个人审美的方法 那这个东西做出来好不好看 符不符合大众审美 以及沉淀下来 慢慢的练习设计的方法 打造个人的作品 其实都是你将来找工作的时候 需要具备的能力 当然课程中都会讲到啊 好吧 包括怎么去做作品集啊 怎么去整理作品集啊 等等等等 那我们先一个一个的来看 你得先从软件操作入手 如果你的软件不达标的话 你后面有很多的想法 是没有办法通过 你自己的手实践出来的 好吧 亚洲四大邪 四大邪术中最不伤身体的邪术 是吗 好 这是我们在开课之前 需要大家了解软件啊 你如果说你对这个软件都不了解 你不知道他能干什么 那你学起来就一点头绪都没有 好吧 那我们说啊 总结一下 审美是可以让你有 让你选择更好的模仿对象啊 思考可以让你更好的理解你的模仿对象啊 执行可以让你巩固 学习的成果 所以说呢 一开始在大家基础课阶段 就是都是零 零基础的萌新宝宝 对吧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更加要求大家先从临摹开始 我们学习任何东西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将来呢 草堂布置作业的时候 也希望大家可以照着他的好好的临摹 临摹多了就会做了 你一开始小的时候学习说话 也不是看着妈妈说什么 你说什么吗 对吧 或者说你学习扫地啊 学习拖地啊 那就是看着大人的样子去做的 对吧 所以呢 不管学什么 一开始都是从模仿开始 那审美可以让你找到更好的模仿对象 思考可以让你理解你模仿对象到底在干什么 啊 执行就是你得动手 你不能光看啊 光看没有用 啊 光看的话是学不会的 软件这种东西必须要动手 所以呢 在从下周开始呢 就开始布置作业了 每天都会有作业让你上交啊 周一下周一没有 周三就开始有了 好吧 从模仿开始 然后再创新 可以吧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课程的一个模式啊 那这个大鹏的课呢 是线上教育啊 大家不需要实际的来教室啊 在家就能听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呢 这个打起精神来 好好地听啊 课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禁止边打游戏边上课啊 你这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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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你们啊 自己自觉 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 课程模式 那上课时间呢 是1356的晚上 7点到8点50 会根据课程的多少 以及课程内容的 这个 以及大家的一个吸收情况吧 来前后调整10分钟左右 那如果课程内容比较多 或者比较难 大家吸收的比较慢 那拖个10分钟的糖 或者拖个15分钟的糖 啊 如果说这个课程 很简单 大家吸收的也很好 可能提前5分钟就下课了 对吧 早下课 大家早做作业 早休息 好吧 不交作业 会不会挨板子 那你去问草堂啊 看他舍不舍得打你了 那课中在每天的上课 7点钟上课 对不对 50分钟休息一次 课间休息10分钟 大家可以接个水 上个厕所 老师也喘口气 10分钟之后 8点再来上课 好吧 不会让大家上个 两三个小时 中间不带喘气的 这样你们受不了 老师也不会受得了的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上课时间 要注意啊 周二周四是不上课的 二四周天是不上课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如果说你的时间比较的紧 没有时间上直播的话 是可以看回放的 你可以第二天不回放 隔一天上一次 只有周五周六是两阵上课 一三五上课吗 对一三五六上课啊 一周是四节课 二四天不上课 这是正课的时间 回放生成时间呢 没有特殊情况后 每天课后两个小时 肯定就能看了 正常来说20分钟就能看了 但他这个啊 有的时候官网转码会比较的慢 所以呢 这个最晚是两个小时能看 好吧 基本上啊 基本上 泰迪的经验告诉你啊 九点钟下课 九点二十就能看回放了 差不多就这个时间 好吧 如果你晚上实在是没空 看了课以后挺晚的了 第二天还要上班 你当天看完直播课以后 早点就睡了 第二天把回放再补一下 我可以教大家两倍速看回放 然后呢 白天或者是第二天周二的晚上 可以把作业补一补 周三再来上课 给大家隔一天上课 这样子大家的吸收会比较的好 没课有作业吗 没课哪来的作业啊 有课才有作业 周一上的课呢 就是周一有作业 周二你把作业做了 交上就可以了 好吧 当然也不是每节课都有 像你们下周一就没有课 而第一 开课的第一天是不布置作业的 因为没有什么好布置的 从第二次课开始 就开始有作业了 好吧 泰迪的语速也比较慢 如果大家听着很 觉得太慢的话 可以给大家 教大家两倍速看回放 好吧 此外呢 周天下午两点钟 会给大家安排一节补习课 这个补习课的时间 会根据这个 具体的节假日呢 前后错开安排 到时候呢 大家留意课表 看看哪天是补习课 一般是周四的下午 或者是周天的下午 会有补习课 什么是补习课呢 就是你一周 或者是上了两三节课了 上完之后呢 觉得这个课 有点吸收不了了 到周天或者是周日的下午呢 这个老师会给大家 上一节补习课 把这个所有的知识点给大家串联一下 补习课也是有回放的 那为什么不告诉大家是哪一天呢 因为咱们的这一期课呢 牵扯到国 国庆假期 所以那个这个课表呢 以这个官方网站的课程通道为准就可以了 不见得一定是周天 好吧 不见得一定是周天 也有可能是周二周四的下午 所以呢 给大家安排的还是非常的明明白白的 希望大家可以学得更好 都能学得明白 好吧 如果说你这个上了一周的课了 上了三节课了 觉得讲的有点多 我有点吸收不来了 那周天或者周四的下午呢 会有补习课 也是草堂老师给大家上 会给大家呢 把这个 之前学过的知识做一个串联 这个知识点重要的不重要的 都给你串一串啊 省得你学不会 忘了 好吧 那上课的同学们要记得先听课 做好笔记 尽量不要跟着老师操作 老师就是讲的再慢 也不可能让几 一两百个同学都跟上 那有一个落下的呢 那不能等着他 对吧 所以尽可能的是先听后操作 这样效果会比较的好 好吧 国庆节是没有课的 法定假日都休息 你们休息 老师也休息 好吧 所以呢 如果说你前面有拉的课 国庆七天是一个补作业的好时候 好 这是我们的上课时间 还有问题吗 还有没有同学 不知道什么时候上课 或者几点上课 都哪天上课 这块都明白的 给我刷一波 我们不休息 要上班 不可能七天都上班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我们的课程 不好意思啊 那我们的课程学习呢 是从哪几个阶段开始学呢 首先就是设计师软件基础 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是以PS为主 学习PS中的工具 了解功能 为接下来的学习打下基础 因为你将来不管是做兼职也好 去做 去找工作也好 如果软件不达标 是肯定不行的 好吧 在第一个阶段 就是你们下周一就要开始学习的阶段 就是以学习软件功能为主 学习工具功能 当你第一个阶段学完了 你的软件会用了 然后我们去给大家讲平面兼职提升 在这个阶段呢 是以行业内的一些简单的 兼职单子 兼职成品 带着大家去做一些完整的案例 比如说教大家做名片 教大家做三折页 海报等等 优惠券这些东西啊 那在这个阶段呢 主要是软件的综合运用 并且给大家 科普基础的印刷规范设计流程等等 好吧 这是这个平面兼职阶段啊 那主要就是把我们基础和学好的工具 混合运用 并且让你知道 这个完整的名片 怎么去做 什么叫名片中的出血 安全区 印刷是怎么印刷的 这都是很讲究的 如果说你的这个规范没有学好的话 后期是不可以印的 好吧 你像你做一个名片不能印 那你最后是不是就白做了 对吧 那最后呢 是行业实战模块 真枪实战的掌握行业内的技巧 是工作前的预热 好 这是我们前期要学习的三个阶段 我们做到心中有数即可 那学到哪个 我们就看哪个 学光老师呢 也会给大家在每天在群里面提醒你们上课 今天学什么 明天学什么 他都会给大家说的 要学多久 第一个阶段学两周 第二个阶段学一周 第三个阶段学好几周 慢慢来 不要急 好吧 这三个阶段加起来 就是将近三个月的课 那一年有点 有点夸张啊 一年有点夸张啊 三个多月差不多了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 主课的课程模式 有同学说一年呢 因为可能你报的课要多 他还有一些这个 选修课 比如说AI等等啊 那些课呢 就不算在主课里面 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这个 课程啊 我们就 我们叫他说是 正课 正式课 其他的选修课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听 你要把那些都架上的 可能踏棚的课就多了 有插画的 有这个影视的 那可那可是那那可是多了啊 所以呢就 慢慢学啊 这是这个课程的一个基本的课程模式 那接下来呢 给大家 介绍一下你们上课的老师 叫草堂老师 叫草堂老师啊 草堂老师的这个 长得很帅啊 这上面有他照片 非常的擅长做海报 以及一些合成的效果 他做的东西非常的唯美啊 软件呢 也是玩的非常的溜 好吧 毕业于这个世界传达专业啊 这个声音也很好听 声音也很好听啊 所以呢 这个大家跟着他好好学就可以了啊 那下周一 他就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好吧 学习五合一要多久 那这个不好给大家算啊 正常呢 你先把这个证课学完 后面的选修慢慢学啊 这个那你说你这 要是三天打鱼两天算 那我怎么给你算呢 对吧 所以呢 你就先定下心来学 不会说是让你学上他五六年的呢 不可能啊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下周给大家上课的老师啊 真的声音很好听 并且语速也不快 讲的也非常的专业 逻辑思维非常的清晰 并且自身的这个设计水平非常的高 好吧 声音呢 哈哈哈哈 啊 好年轻啊 这是屁过的啊 我的照片还屁过呢 我你先你们也不想我们是干啥的 啊 其实呢 那草堂老师呢 也老男人了啊 那他声音和我是有一些区别的 我声音就属于有一点 啊 哈哈哈哈 他声音要稍微的磁性一点 哎 稍微的粗一点啊 肯定肯定跟我不一样 不一个风格啊 但也是挺好听的 好吧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是你们下周给你上课的老师啊 大家对他呢 还是应该有所期待的 那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啊 一步一步的走 一口一口的吃饭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阶段 我们的一个课程导学 就是你们下周一要来学习的课程内容 在这个阶段内呢 我们要求呢 是掌握基础的工具使用能力 比如说让你把这个图改修修颜色 会不会修 对吧 把这个东西放大一点 再缩小一点 会不会放大 让你扣个图 把这个图的背景给我去掉 你这背景太假了 能不能去掉 对吧 那这都是什么啊 最基础的PS工具的使用 那课程学习方式呢 就是直播加直播回放 咱们今天的课也是有回放的 所以回放给大家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 那如果你直播看不了也可以看回放 但是呢 在这里跟大家说啊 能看直播就看直播 看不了直播的可以补回放 你别说有回放 我不看直播了 那你把草堂自己扔直播间 他就太可怜了啊 好啊 这是学习方式啊 每节课都有回放 包括刚才跟大家说的布袭课也是有回放的 好那课程节课标准呢 是老师只要布置作业 那你的作业就得做啊 做完了之后上遭官网 做作业是会有福利拿的 这个草堂老师会给大家准备像字体啊 笔刷啊 样机啊之类的福利礼包 到时候呢 自己买他药啊 他肯定给大家备好了 到时候看大家作业提交的一个情况来看 好吧 会会直接给大家网盘链接之类的 或者塞在你的素材里 到时候看他怎么发了啊 这个具体的你回头开课了 问他就可以了 但他肯定给大家准备好福利了 好吧 那作业提交要求呢 上传官网或者是大鹏APP 都是可以提交的 会有老师呢 进行语音点评 你们每每一份交上来的作业 都会有老师给大家用用这个声音 给大家点评的 点评作业的老师呢 都是一些温柔可爱的小姐姐 这个 也是非常的认真负责 那一般来说 作业提交完以后 第二天才会给大家点 你别这个晚上10点钟下了课 11点说我的作业怎么还没点啊 那肯定不可能给你点 那点评老师也要休息嘛 到第二天呢 会给大家统一把作业点评完 好吧 你有福利吗 现金红包的那种 没有 你看我像现金吗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啊 这是导学课部分 大家了解一下 那上到这里呢 大家也应该聊 也应该会有一些问题了 比如说我们去哪里学习 还有不知道怎么看课的吗 我看这 看课应该问题都不大吧 都已经来上直播课了 怎么学习 怎么下载素材 怎么这个提交作业 等等等等 那我给大家解决一下 学习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要熟练的使用官网 你这是不会用官网的能行吗 来找到官网啊 大鹏的官网都知道吗 3w.大鹏教育全评小写.com 把官方网站输入到浏览器里之后呢 右上角点击登录 我这个是登录好的了 然后这边呢 是你的头像啊 你的头像 在这里应该是可以改ID的啊 你点进去 把ID改了 我就不给大家点了 因为点了容易蹦出我的手机号出来 所以肯定不能给大家点啊 你这个自己在这一块找一下 是可以改ID的 这些DP什么313什么的 什么887 这个这个这个DP什么这个779之类的 你改个名字 你改个汉语的名字 对吧 以昵称为主就可以 这样草堂老师将来也容易记住你 不然的话 大家都叫DP123456 上了一节课下来呢 谁也不认识谁 你天天来 他都不见得记住你是谁啊 因为你这是数字嘛 对吧 所以呢尽量改一个这个常用字的三个字左右的一个汉语名字就可以了 你们的老师叫草堂 你可以改一个名字叫什么草堂的小迷地啊 草堂草堂的小小迷妹啊 这些都可以嘛 对吧 但是你得让他能读得出来才行 好吧 那在这里点击我的正式课啊 点击我的正式课 右上角这里啊 找到你们现在学习的课 你们现在学的是哪个 一个字啊 一个字也行啊 离是吗 你们现在学的是什么课知道吗 找准你的课包 你别跑去AI 或者你跑到别的课里去找 那你肯定找不到今天的回放 或者说你肯定找不到今天的素材啊 我们今天上的是成为设计师的预习课啊 成为设计师的预习课 太会了 我原来带课的时候 我们班同学有叫什么怒挫泰迪狗头 我还有什么泰迪的小尾巴啊 什么叫啥的都有啊 找到预习课啊 我的课比较多 你们可能没有我的课多啊 这不是吗 成为设计师前的预习课 你点一下 点到这了之后 你会发现哎 没有地方下载素材 这个怎么下不了啊 右上角这里可以选七号 你要找不好意思 找对你的七号啊 我们是09197对不对 你要找09194英1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上课的课程通道 点这儿可以直接进直播 等课程结束之后 你再点这里就是可以看回放了 后面有一个下载的按钮 这个按钮是干啥呢 那就是下素材的点击之后 会蹦出今天的素材下载 看到了没 点下载就可以了 就点这里 好吧 这是我们下载的这个下载素材 以及怎么看直播 怎么看回放 可以明白吧 好吧 那将来你们上了正式课以后呢 你们的课叫做 注意千万别找错课了 很多东西老师我找不到他 哪下素材 其实都是自己没找着啊 那不可能老师没有传啊 设计师软件基础模块 A是你们下周要上的课 找到你自己的七号0926 对不对啊 这是你们的课程通道 看见了没 到时候后面就可以 下素材啥的了啊 明白了吧啊 一定要找熟练的使用官网 好吧 老师我没有那个下载的图标 没有下载的图标 就是选错七号了 看你看现在这块就没有下载的图标 为啥呢 这还没开课呢呀 对吧 你要在上面找到0919 0919 今天你今天开的课啊 你要找预习课啊 我的正式课 我的这个往后翻太多了 这不是吗 找到预习课 右上角找0919 你的预习课是09197啊 0919四应一 萌新系统入门课堂一上啊 这里就有下载的按钮了 好吧 这个smh啊 同学 要改个中文名字吧 我真的是求求了啊 好 这是咱们的官网的一个基本使用 以及大鹏APP的使用 大鹏APP上也是可以看直播 交作业 看回放的 包括呢 蓬蓬官方呢 会发布一些活动 也可以积极的发布一些自己的生活动态 学习动态 都可以 就跟大鹏的 就跟你们平时微信的朋友圈一样 你发布了动态 分享了自己的作业 其他的人是可以给你点赞的 也可以给你评论 到时候如果你的赞多了 你做的好看 哎 这个 晚上交的作业 第二天睡醒来 发手机炸了啊 300多个赞 你自己也是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好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大鹏APP 在这里注意啊 大鹏APP呢 软件商店就可以下载了 也可以查看老师点评 查学员之间互动 都可以 你要是哪天啊 在公交车上面 呃 坐车 啊 这个这个啥 你可以插这耳机吧 回方看一看 只要你不晕车 对吧 逢年过节 大鹏官方也会搞活动 活动的基准呢 一般都是以什么呀 以你的这个作业点赞为准 你作业的赞多的话 就有可能上这个热门 跟抖音有一点似啊 上了热门之后 就有机会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 好吧 活动是有奖品的 啊 有呃会有一些政客福利 还有什么这个临时大礼包之类的 哈哈哈哈 就是曾经有过这些东西啊 包括快年底了 有的时候还会有大鹏月 呃大鹏年台历之类的东西 所以呢 大家积极的交作业 积极的参加大鹏的官方活动 好吧 但是呢 APP是不能下素材的 因为APP下素材没有意义啊 嗯 你你将来给大家的素材 自体啥的几个季啊 几个季几个季的给 给到你们 嫌烦 哈哈哈 你想你下手机 零手机哪那么大内存啊 而且那些东西都是要装在电脑上的 所以呢 APP下素材是不不现实的 也 也没什么意义 明白了吧 所以素材只能用电脑下 APP可以用来看回放 看直播 参与活动 哎 查看老师点评等等 好吧 PC打一下 PC 你有个浏览器就行 输入大鹏的官网就可以了 好吧 重点是曾经 那他他他现在活动还没出也不能瞎说啊 对吧 但是呢逢年过节确实都是有活动的 可以吧 素材在官网上下啊 在这里下 你看今天这么多同学不会下素材 对不对 那你要是今天这一周好好的上预习课 那你下周正式课的时候 是不是这些问题就会被统统解决掉 就不会有这么多类似的问题了 对吧 那预习课嘛 大家不明白的你就问在这里呢 看到了没 给大家圈出来了 后面呢 将来还会有交作业的按钮 你要是这个啥 下了素材 做完了作业 可以直接在这交作业 看到了吧 来接个图 不会下素材的 要求呢 先把大鹏的官网给我登上 然后呢 找到你自己的7号啊 你别找的7号不对 那你的素材就下的不对 注意不要下C盘里啊 这个说的很好啊 这不是有点击浏览 可以换盘吗 好吧 3090它是什么家庭啊 好 这是关于提交作业作业呢 是能交就交 一般来说作业呢 是能让大家交半个多月左右呢啊 你自从开课一直交到捷课后的三三五天之内 都是可以再交的三五天左右 所以呢 这个你要是今天布置的作业 你明天没空做 后天也没空做 大后天也没空做到大大大大大大 后天才能做也行 只要上交的作业都会得到语音点评 这是下素材和交作业明白的刷一 大鹏APP可以用电脑下载吗 说实话是可以的 因为它属于手机类的APP软件 你要想象在电脑上的话 你需要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你们打打游戏吗 他手游吗 需要有一个那个叫模拟器 需要有一个模拟器 你需要下一个我我之前玩游戏下的比较多的是夜神模拟器和木木模拟器啊 你要是用模拟器的话也可以在电脑端实现使用大鹏APP 明白了吧 好啊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下载素材啊下载素材啊 那哎 包括呢给大家安利几款软件啊 一个是解压软件 老师给大家的这个素材基本都是压缩包 你下打下要解压的 你不解压有的素材是不能用的啊 所以呢比较推荐呢 3.0压缩或者是这个2345压缩都可以 好吧 我也觉得没必要 用网页版的就可以 不需要下模拟器啊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压缩软件 都会解压软件吧 会解压压缩包吧 大鹏号是不能改的 你只能改昵称 只能改昵称 大鹏号是大鹏发你的身份证号啊 你还想改大鹏号呢 你改完了那不都重复了 大家想改啥改啥 啊这是这个啥啊 这是解压软件一定要下载一个啊 你下载哪个都行 基本上解压软件都差不多 也不做过多的推荐 但是你的这个电脑中一定要有一个解压软件 不然的话将来没有办法解压你的压缩包和你的素材 包括你的福利都是压缩包形式的 好吧 我的昵称还在审核 没错啊 你们改完昵称之后 他需要审核的 你万一你叫上一些奇奇怪怪的 那些读不出来的 哈哈哈 对 很可怕啊 所以呢 他肯定是要审核 你明天再来的时候 你的昵称就好了 好吧 这些改秘称的同学不要着急 他肯定得审核你啊 那就怕你们啊 好往下看啊 那包括呢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图片查看器 叫做2345看图王 叫做2345看图王呢 有了2345看图王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不使用ps软件的前提下 或者是 ai软件的前提下查看工程文件 也就是原文件 左边是没有2345看图王时 我们看到的文件形式 就是这个 左边的这个 右边的这个呢 是你电脑中拥有2345看图王时 可以看到的图片形式 这样有预览的去看呢 你找图会好找一点 好吧 所以2345看图王呢 还是推荐大家下的 但是呢 要跟大家先口话说前面 2345看图王呢 稍微有一点点的流氓 他你在下他的过程中 经常会下载一些什么 贪玩蓝月啊 一刀999啊 这些捆绑式的给你下啊 特别的讨厌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最好呢 就是压缩啊 这个安装包下载下来之后 断网安装 就不会捆绑下载一些 这个奇怪的东西了啊 什么这个一刀999之类的 很讨厌 很讨厌 所以呢 你把安装包下载好了之后 断网安装会效果好一点 好吧 那就不下了 哎 你放心 你早晚得下啊 真的啊 作为一个资深设计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 你可能早晚得下 其实呢 也不是不给大家推荐更好的 是有一些好的 他要钱 那些不流氓的 好用的啊 不跳广告的 他要钱 所以这个最起码人家 免费 好吧 所以呢 建议大家断网安装会更好一点啊 好OK 这是2345看图网啊 那再往下呢 哎 简单的看一下自己的内存够不够用 以及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是多少位的操作系统 因为这些都跟后期安装插件有关系 所以呢 你得了解自己的电脑啊 像刚才我看的同学说老师我3090太啊 稍微了解一点 我觉得男生应该问题都不大 女生的最起码你要知道自己的电脑系统是多少位的 不然你将来装插件不好装啊 好吧啊 这是了解电脑系统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初期容易遇到的问题啊 容易遇到的问题啊 那关于上课时间 关于我们的一个这个啊 关于上课时间 以及关于血管答疑呢 给大家说一下 哎这里 等一下啊 好 写错名字了 干了个大嘎啊 这是 这个名字就很奇怪啊 那上课期间有问题 你可以直接问我 或者是问草堂 都可以 好吧 问我问草堂都可以 就是说在上课时间内 你可以发弹幕来问 如果课下学习有问题的话 要联系你们的学官老师进行答疑啊 学官老师的上班时间呢 是早久晚久12个小时 12个小时啊 明白吧 你别别别大半晚上11点12点 或者是一两点去问他问题啊 有同学夜猫子啊 那他肯定睡了啊 如果说你太晚有问题的话 可以给他留言 他第二天早上起来会给大家解答的 好吧 这是上课上课下有问题 应该去问谁 注意不要欺负学官老师啊 学官老师都是泰迪的妹妹啊 那有问题你好好问他 他也会他这个看到的肯定会回你 如果他没看着 你可以多多多 多给他发两条啊 但是不要着急 好吧 但是不要着急啊 这是有问题问学官老师啊 那包括你安装软件有问题 也可以问学官老师啊 能不能 再指示一下哪里下素材可以 然后把这一块讲完啊 以及呢这个小贴士 每周日或者是周四啊 看这个具体的这个课程通道啊 因为有 一有这个法定假日上的这个课 就 呃 这个 你想啊 放了七天假 周六才上课 哈哈 所以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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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不好说 哪一天是补习课啊 那到时候呢 一般是在周日下午 会有补习课 三个小时的补习班 专门给同学们开发 来解决学习中的问题 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补习班的时候 现场问老师 好吧 三个小时的补习课 帮大家串联知识点 解答大家的疑难杂症 点评作业 包括可以教大家一些小彩蛋 好吧 问斑斑可以不也行 最好还是问学官老师啊 学官老师就是负责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的 那学官老师就可以 斑斑老师的 你想 你在群里面问问题 学官老师盯着这个群就行了 对吧 大家都在群里面问 老老是看着群来一个打一个就完了呗 来一个解决一个就可以了呗 你去私聊斑斑 有的时候你的斑斑是看不到的 因为大家都在私聊他 他在你的私聊常常的一溜 他不见得就能看倒你 所以呢 还是就找学官老师解决会更好一些 做作业必须用电脑 好吧 这是我们遇到问题 找谁解决 这一块明白的给我刷一波 看直播手机上ps不能用看电的 肯定 肯定要电脑你看直播看回放都能用手机 但是做作业肯定是要用电脑的 加速彩也是需要用电脑的 这是我们的今天的PPT部分 接下来今天老师也会 简单教大家一些操作方向的东西 这是我们今天的素材 再来讲一遍素材怎么下载 这一周我慢慢教素材怎么下 回放怎么看 希望下周的时候草堂上课的时候 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找到你的什么 我直接返回正式课 找到你的官网 右上角登录你的账号 登录你的账号 不啊 斑斑说的我可以随时找他 可以啊 你找斑斑 你找你的斑斑也可以啊 我就说如果他没看见 你找学广老师也OK 对吧 那你能找学广老师 就可以找学广老师 你要是愿意找斑斑也行 这个没有强制的啊 好来往这看啊 右上角找到我的课程 找到我的课程 找到我的课程之后呢 在这边是你已经开了的课啊 开了的课找到你对应的课程 课程名称课包啊 你现在上的是成为设计师前的预习课 点开预习课之后 右上角可以找到你的什么呀 找到你的7号啊 09197 四应一 好 这里呢 就是咱们今天的课程通道了 后方有下载按钮 点击即可下载 你下桌面或者下在其他盘里都可以 好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下载素材啊 好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啊 打开大家的ps啊 那老师呢 要先教大家一些基础的这个 基础的这个叫什么 基础的一些软件操作啊 给大家把这个啥看一下啊 哎 放这里 好 打开ps之后 你应该会有个历史打开 像按一下esc你就和我一样了 按一下esc你就和我一样了 我的怎么不一样 你按一下esc就很一样了 按一下esc 按完之后呢 我现在这里做一个实际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互动啊 有没有觉得这个ps中的这个字非常的小 我看不到 哎 这个字太小了 我拿手机看这这上面这一排是啥 我看不清楚的 你觉得看不清的刷一啊 第一堂课我们需要磨合啊 有问题就赶紧说啊 你别上完了之后 你再有问题呢 这节课就已经过去了 如果你觉得界面太小 看不清的同学刷一这么多一吗 那我们改一下吧 如果你觉得ps中的文字太小的话 你可以通过右键电脑桌面选择显示设置里调节电脑的分辨率 我在这里把分辨率调的小一点 嗯 这个一条小它怎么 选1360 嗯 你们看到有黑色的部分吗 你们看到的有黑色的部分吗 有黑色是吗 那回头我要等这节课下课了我让这个技术帮我调吧 这个这个腦有点我不明白啊 全黑了 哈哈哈哈好吧 回头我让技术给我把字调大一点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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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们看好像是有问题的啊 等回头我让技术帮我调 好吧 那么先先先这么招吧 我给你们哎这么看大了没 好吧 大了没 好啊 那我们打开PS软件之后 上面这一排第一排这是什么呢 从文件到帮助这一排的文字 这一排叫做PS的菜单栏 到了吧 这一排叫做菜单栏 它是PS的一个大脑 就是说我们很多情况下都是要在这个文件菜单下 或者在窗口菜单下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你要知道它叫菜单栏 不然的话呢 回头我说同学们找到窗口菜单 你不知道点哪啊 你在下头找 那肯定是找不到的 好吧 这是我们的菜单栏啊 下面这一排啊 从这个自动选择开始 从这个小房子开始 这一排叫做属性栏 哎 这一排叫做属性栏啊 什么叫属性栏呢 哎 有同学该表示了 老师我的菜单栏和你一样 但是我的属性栏和你就不一样了啊 那属性栏这里呢 它指的是工具的属性 左边这两排 这叫做工具栏 我们说啊 这个软件基础模块呢 是掌握工具的使用能力 那在基础核模块中 这些工具呢 一个一个都会交给过大家 好吧 当你切换工具的时候 你的这个属性自然就会变 看到了没 有长有短 这个是不是比刚才就要短一点啊 看见了没 是不是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你选择不同的工具自然就是不同的属性 所以属性栏和工具栏是相互绑定的 你和我不一样的就正常了 因为你跟我选的是不一个工具 好吧 这是工具栏菜单栏和属性栏 到时候我说同学们找到什么什么工具 在属性栏里调节什么属性 然后在菜单 在选择菜单下选择什么东西 你要知道点哪 你不能不知道怎么点 好吧 中间 中间这个特别大的区域 这个特别大的区域是我们的什么 是我们的操作 这个工作区 一会儿我们就是在中间进行操作的 回头我教大家建画布 好吧 右边是我们的功能性面板 我们的这些什么 大家的PS应该是有什么酷 有什么学习调整乱七八糟的 你可以右键把它都关掉 右键可以选择关闭 把多余没用的面板都关掉就可以 那么在目前的阶段里 我只要求你保留右侧面板中的涂层 有点炸卖了我 只保留这一个面板就可以 多余的右键都可以关掉 好吧 多余的右侧都是可以关掉的 只保留图层就可以了 好吧 那这个工具来呢 你可以调看点点击左上角 这里一排两排一排两排 一排长一点 两排短一点啊 这个无所谓 一排两排无所谓 但是呢 你的面板呢 要 要先去掉一部分啊 不然的话 大家学习初心面板太多会搞乱 容易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好吧 现在先把你的界面调的和我一样 那50分了 我们正常来说 应该下课休息10分钟 让大家缓一缓神 好吧 那我们给大家放一首歌 我们8点钟回来继续上课 那你现在呢 就给我调面板 给我调的一样啊 面板上面有颜色 颜色不要啊 颜色一般是手会画画的时候才用的 正常我们是用不上颜色的啊 给大家 目前初期还用不上颜色 大家想听一个什么呢 给大家放个啥歌听呢 我也不知道听什么歌了 给大家放一首热血一点的歌 怕你们睡着了啊 这谁啊 这个就对了嘛 是吧 你要听如愿吗 如愿可以 如愿唱的人太多了 你们听谁的呀 听原唱的吧 我去个厕所啊 你们听着吧 你是遥遥的路 深夜的雾里的冬 我是海童啊 走在你的眼眸 你是明月晴风 或是你着福的梦 或是你着福的梦 千知不见的微生与你相拥 而若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愿你所愿的宵夜 你的手我盘身再见 请带我去明天 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 我要化成你的缘 愿不忘啊 愿有忘啊 这像是每一天 我愿意的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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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岁月长河 星火燃起的天空 我是仰望着 就把你唱成歌 是我之所来 也是我心之所归 我愿意的宵夜 世间所有路 都将与你相逢 而若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愿你所愿的宵夜 你的手我盘身再见 请带我去明天 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 我愿意的宵夜 我愿意的宵夜 不忘啊 愿意的宵夜 这生是每一天 身后我愿意的宵夜 可是你如愿的眺望 孩子们啊 暗示梦想 像你深海的南洋 我愿意的宵夜 而我将梦里所梦的团圆 愿意所愿的永远 走你所走的长路 就要的爱你哦 我愿意将进你未见的世界 写你为诗的诗篇 渐渐的月 心中的年 你又在我身边 愿你相遇一生情终 如你年轻的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广坚renda 字幕唯盛 碧香 编曲 李宗盛 RM 如我掌这个 如果你后肯戳 presence и seeing my love 我也将因为 阿涅 明天 只剩是每一天 你是岁月长河 星火软气的天空 不是仰望着 就把你唱成歌 不是我只所来 也是我心只所归 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 而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 愿你送云的笑颜 你的手我蹒跚再见 请带我去明天 如果说你自空过我的天 我愿活着你的眼 我愿不忘啊 愿你勇往啊 这真是每一天 神和我一样 你也会欣赏 可是你如愿 4分25秒呢 你接着听长生诀吧 还是 一分钟上课了 听长的 听长呀 喝口水啊 那也是8点上课啊 好了到点了啊 那我们接着上课啊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PS的一个基础面板 PS的基础面板啊 那我们接下来学习如何在PS中打开一个图片 找到今天的素材 刚才都下下来了吗 在素材中呢 这里有给大家找到一些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啊 遇到的问题 就比如说拖不进去图片之类的啊 无法保存之类的啊 有文档 有有有图有图有图文的这种这个解决方方法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如果你遇到了 你就在这个文件夹里找 如果你没遇到呢 你皆大欢喜 好吧啊 这是我们这个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那找到表情包素材 在这个里面呢 给大家了一些表情包啊 那怎么把这个表情包在PS中打开呢 来看着啊 但是你选择一个你觉得啊 好看好玩的表情啊 将它单击拖拽到什么呀 单击拖拽到我们的这个PS 菜单栏跟属性栏的屁股后面 往这里拖 好吧 松手 啊 当时他就进来了 看到了吗 右上角这里可以把它关掉 关掉 这是你的历史打开项 关掉以后会有历史打开 就是你曾经开过什么图片啊 他都会在这里有一个这个最近使用选项啊 如果你不想看到他你可以ESC把它关掉 好吧再来一次啊 找到我们的这个素材包里 你需要的图片啊 然后单击将它拖拽到PS 菜单栏跟属性栏的屁股后面 标就进来了 看见了吗 你也可以再开一张啊 比如说在这个的基础上 我再想打开一个图片啊 这个兔的也不给你啊 单击拖拽到菜单栏跟属性栏的屁股后面 灯就进来了 这是打开图片 你在平时修图处理图片时 就是这么去打开的 我的怎么不行呢 不可能给我使劲拖啊 从电脑文件夹里拖 看到了没 找到你的素材 在电脑文件夹里拖 如果说你拖不进来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没有解压 你的这个软件 你的这个压缩包要解压的 我给大家的是压缩包 你右键将它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啊 我这个不是压缩包啊 好 如果你是压缩包的话 如果你是压缩包的话 好 右键这里选择这个 这个 这个 这全部压缩了个头的 这个压缩软件怎么这么神奇呢 你正常右键压缩包 会有一个解压到当前文件夹的 直接选择解压到当前文件夹就可以了 这个压缩包 好神奇啊 添加到压缩包 你添加到压缩包 那不是 那不是又压缩了一遍吧 那正常的压缩包的话 右键选择 右键之后会有一个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直接解压就可以了 好吧 主要这个压缩软件它不太好使啊 这个压缩软件不太行 我明天给大家换一个压缩软件 这是我的新直播件啊 我特别的讨厌啊 OK 解压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啥 在这个 文件夹里直接将文件直接拖拽到PS里了 好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 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解压软件 以及我们的一个这个打开图片 多余的图片不要的 你就给它插掉就可以了 给它插掉就行 这右上角可以给它插掉 插掉了以后 接下来呢 教大家如何去制作一个表情包啊 那在这里呢 找到随便找一个表情包吧 好 找一个这个 这个头发非常凌乱的这个啊 那首先呢 你要做表情包 你肯定得给它加一个表情 你可以给它加一个 你得给它加一个表情啊 那现在的这个表情 我不满意 我要先把这个表情给它去掉 怎么去呢 那在右侧 你会得到一个图层面板 这刚才说了嘛 功能性面板只保留图层 PS中就是因为有图层 所以它才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它才非常非常的厉害 给大家改大一点啊 这已经是最大了 OK 改大一点 大家看得清晰一点 那现在我们只有一个背景图层 PS中呢 我们不管做什么操作 它都是分图层操作的 你只有分了图层 将来才好编辑 好修改 对吧 那怎么去给它分图层呢 首先教大家新建图层啊 怎么建图层 在图层面板 右下角这里 有一个新建按钮 你点一下它会得到一个图层一 会得到一个图层一 看点一下 这不就得到图层一了吗 怎么改大这个缩略图呢 右键选择大缩略图预览 看到了吗 右键选择大缩略图预览 你要是小缩略图就这么一点点啊 你改成大的 这是最大的就这么大 好吧 这是右键缩略图可以把它放大一点啊 然后点击新建按钮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图层 你也可以按快捷键啊 按快捷键叫做三键加N 三键加N 那哪三个键呢 就是你键盘左边 左下角的这个Ctrl键 Shift键和Alt键 这三个键 这是PS的快捷键三键课 三个键一起按 加N一个N键 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图层了 好吧 然后按你的Delete键 就可以把多余的图层删掉 或者是把这个图层 直接拖到右下角的垃圾桶里 都可以能键 自然就能删 好吧 有没有不知道哪个是Ctrl键的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找一下我的这个 好啊 给大家背了张键盘啊 背了一个键盘 来往这一看啊 如果说你找不到键位 甚至是有苹果电脑的同学 看啊键盘左下角 ShiftCtrlAlt 这三个键叫做三个热键 三个热键 加N 删除键一般在边边下啊 叫Delete键 有一些这个笔记本电脑呢 它是DEL键 就是Delete键 或者是这个横向的键头 它是Delete键 好吧 你自己找一下 一般的这个大键盘呢 都是在方向键的上方 会有这个Delete 好吧 这是删除键 以及三个热键这个快捷键啊 对应苹果电脑的话 Shift键是不变的 苹果电脑的Shift也叫Shift 那如果是Ctrl呢 在苹果电脑里叫Command 也是这个花键 Alt键是Option 删除键依然是Delete 那如果是苹果电脑三键加N 该怎么按呢 Command Option加Shift键加N键 好吧 这苹果电脑的啊 一般苹果电脑的同学 应该相对要少一点 但是你也得知道啊 将来如果工作的话 这个公司会给你背电脑 你别到时候 公司给你个苹果 你不会用啊 快捷键都不知道怎么按 那就很尴尬了啊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对应的键位啊 OK 好 那我们现在三键加N 把这个图层先建立出来 好吧 我还没下载呢 没关系啊 你下了课可以再下 如果你在下载的过程中 遇到任何的问题 可以去咨询你的学官老师啊 下载的问题得问学官老师啊 我不可能上课给大家 一个一个解决下载啊 那咱们这个可就没发上了啊 好吧 我再看啊 新建一个图层 建完了以后呢 找到工具栏中的画笔工具 快捷键呢 是B键 快捷键是B键 你可以直接点 也可以按快捷键 都可以 我建议大家直接像工具的话 直接选择就可以了啊 选择就行 点这个画笔 你鼠标停上去呢 它会提示你啊 画笔工具 括号B 它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什么呀 涂涂抹抹 直接涂就行 看见了没 直接涂就行 就可以涂出颜色 那现在我这么涂 可不可以 我能不能这么涂 这是不是就把这个涂毁掉了 看 我是不是就把这个涂弄坏了 能这么涂吗 无所谓 为什么 我涂到哪里了 B B B ABCD的B 快捷键是B 我是不是把这个涂涂坏了 并没有 为什么 我涂到哪里了 我涂到了涂层一上 看 我涂到了涂层一上 我是分开涂层操作的 这就是涂层的神奇之处 你分成两个涂层涂 对吧 这个涂层涂坏了 怎么办 Delete删掉 不要它了 我再重新建一个 三件加N 对吧 最忌讳的是什么呢 最忌讳的就是 图片打开之后 直接找画笔图 你这么图就直接图到背景上了 你将来想再改 就只能撤销 Ctrl加Z 撤销 那如果你做的步骤特别多 你就得一下一下的撤销 就非常非常的麻烦 好吧 这个陈晓一同学说 他好像是图坏了 为什么图坏了 是不是因为没有建图层 对吧 如果你建好图层 图坏的直接删掉 不要了 不会破坏你的原图像 明白了吧 所以养成良好的习惯 在做操作之前 先把图层给我建出来 三件加N 建了图层之后 你再操作 就不怕你图坏 不怕你弄坏了 明白了吧 三件加N 并且 对谁操作 选择谁 你要在图层面板中看 现在我就没有选图层 画笔是静止符 是不能用的 画笔不知道你要往哪里画 所以我们需要在图层面板里 找到图层一点一下 选择图层操作 画笔就可以用了 撤销是Ctrl加Z Cmd加Z 好吧 选择我们的图层一 那现在我们的画笔工具呢 涂出来的颜色是黑色的 那我们实际上是不要黑色的 Ctrl加Z 撤销一下 看这里是有快捷键提示的 注意看我摁了什么 你现在图的是黑的 那我们要把脸涂掉 让它这个原本的表情消失 我们是不能用黑色图的 我们应该用白色图 画笔工具 它什么颜色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你左侧工具栏最下面 这里有两个色块 这两个色块呢 一个叫做前景色 一个叫做背景色 上面的那个是前景色 下面那个是背景色啊 分上下的 那现在前景色是黑色的 给你们放大了看 好 前景色是黑色的 背景色呢 是白色的 看到了吗 那我们的画笔工具 它是默认吃前景色 现在前景色是黑色 它涂出来就是黑色 如果是粉色 那么它涂出来就是粉色 那我们也可以试一下啊 那前后背景色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是存储颜色 补助工具 使用的 不同的工具跟前后背景色是挂钩的 像画笔 它就是吃前景色的 但有的工具 它是跟背景色挂钩 明白了吧 所以呢 不同的工具 它跟前后背景色是 它的使用起来是不一样的 好吧 画笔的变大变小 一会儿我教你 你先能涂出来正确的颜色 再说啊 那点开我们的这个前景色 会蹦出一个叫做实色色的东西 到这里 看是长这个样子的 左边这里选择H 你要选择什么S啊 什么R啊 那这个颜色就变了 就跟我不一样了 所以在左侧呢 选择H 选择字母H 好吧 选完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颜色 看啊 拖到白色上 确定 然后我们再用画笔图 看你现在涂出来的就是白色了 看见了没 所以前景色是跟画笔挂钩的 背景色跟画笔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那你说要背景色干什么呢 有的工具和背景色有关系 只不过画笔和它没关系而已 那前后背景色的作用就是 存储颜色 辅助工具和滤镜操作的 明白了吧 它有一点像什么呢 有一点像你小时候画水粉的时候的 那个调色盘 那个长得像花一样的地方的 长得像花一样的那个调色盘 这个知道吗 啊 它就是把颜料挤在一个调色盘里 当你的画笔需要涂什么颜色时 你就点开锁一下 锁一个你需要的颜色 锁完之后你再涂 看见了没 就可以涂出颜色来了 好吧 也没有办法操作 你是怎么没有办法操作的 你建图层了吗 新建图层 选择图层 选择画笔就可以涂出色了 好吧 无非就是涂一个什么颜色 那你想选择涂什么颜色 就在左下角这里选择这个前景色就可以了 点开选择颜色 我给大家涂一个鸡老子啊 好吧 那我们delete这个图已经涂层让我涂坏了 我们不要这样的效果 delete把涂层删掉 你要实在按不出来那个快捷键呢 也可以在涂层面板下方 右下角这里看 点击这个按钮 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涂层了 好吧 点一下 涂层层一出来了 选择涂层一 将前景色改成我们需要的白色 再用画笔将这个脸涂掉 当你在涂这个脸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太小了 涂起来不方便 怎么办呢 可以按着alt键加鼠标的中键 就是那个滚轮键 这么滚一下 往上滚就变大了 往下滚 它就变小了 看这叫缩放画布 你给它滚大一点 滚大一点 按空格可以移动画板 按空格鼠标单击 左键左右拖拽 可以进行移动 看见了没 只有放大到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按空格 加鼠标的左键拖拽 可以移动 好吧 好 OK 那现在呢 我们选择画笔工具 把这个脸给它涂掉啊 脸给它涂掉 中间的区域给它涂掉 好 那这个画笔有的同学 这么老大 怎么涂呢 那这画笔太大了 这么一涂就把 整个都涂没了 看到了没 不能这么去涂 那如果说你想改变画笔的大小 可以在英文状态下 英文输入法下的 左右中国号键 调节大小 看见了没 但必须是英文输入法 好吧 中文呢就用不了 中文的这个快捷键 是不能用的啊 所以要把输入法切成英文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脸呢 给它涂干净一点 看到了没 按什么缩放图片 Alt键 就是Option键 加鼠标滚轮 看到了没 那就可以缩放图片了 好 给这个脸呢 稍微涂的什么圆润一点啊 不要涂出来坑坑娃娃的 画笔缩小一点 图片放大一点 就这么一点点的图 看 我这个画笔是被谁调过吗 哎 这么图就是哎润多了 好把他的脸整个都涂掉啊 好 图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去加新的表情 怎么移动图片的快捷键 移动图片是什么 就是说你放大了之后 想去一换视角观看什么 按空格加鼠标左键看 那脑袋文字看 看这是空格键移动 Alt键加滚轮键是缩放 看到了吗 这是缩放 好 那这一块的操作能跟上的 给我刷一波一 相机的图标吗 不是啊 从左边属地 从 啊不是左边 从右边属第二个 这个图标啊 这是新建的图标 这个 小 一个小折角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吧 哎 这图好了 图好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给他再加一个脸啊 加一个别人的脸 加谁的脸呢 你们选吧 我是比较 我比较推荐大家 他 我比较推荐大家 他你只有三个图标的 你看一下你那个是叫图层面板吗 三个图标的你那个不会是个通道吧 啊 是这样的吗 或者是你是不是选错面板了呀 请要选择图层啊 啊我的为什么图的边上有光运 对吧 啊那这个问题也可以帮大家解决一下 像我这个编图的都有一点实了 有同学图的那个带光运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啊 画笔工具属性栏 属性栏 好了 那你就是选错面板啊 属性栏这里有一个笔头选项 看这里有个小圆 看到了吧 你把它点开 这里可以调画笔的不同的笔头 现在如果大家想要不一样的笔头 像泰迪的笔头就很多 有什么眉毛画笔 这种化妆用的 我给别人化妆用的 还有什么这个那个美瞳的画笔 还有这种小星星画笔 啊 这个这个小雪花画笔 有不同的笔头的这个笔头会都在说啊 我们正常默认的常规画笔是原型画笔 在这里呢 有大小和硬度的不同 大小就是刚才大家说的调节笔头的大小 看大一点 再大一点 小一点 看到了没 下方有一个硬度 硬度是什么呢 硬度是控制画笔边缘的虚化程度的 当硬度是100的时候 我们图出来的这个笔头就是这样硬硬的 边缘是非常的实的 如果说你把硬度调低 我们将硬度调成零 那么你图出来的效果就是这种 那你看 边上是这种虚的 看见了没 啊 这很多同学刚才用画笔图就有这样的效果 那我们需要做一些融合的效果的时候 就会用用到什么呀 啊 就会用到这种硬度的条件 好吧 这是画笔的一个正确使用啊 那像这个呢 我们编还是希望它能使一点 所以呢 我就调一个硬一点的画笔 你看 把边边上的这个什么糊茶子之类的 给它涂掉啊 嗯 然后中间直接给它这么哎 涂满它 因为这个地方不不润啊润润就照着蜡笔小新的那个肥嘟嘟的脸去涂就可以啊OK 出完了之后我们说要给他加一个新的表情对不对 那找到什么呀啊 找到我们的这个啊 营地啊 找到他的表情啊 这个这个表情我觉得就非常的喜感 我们将他的表情贴到这个表情上 如果说你不喜欢他的话 你找你自己的室友 找你的私当 找你的闺蜜 找你的损友啊 你看你想黑谁啊 就找他的照片 就那种表情稍微的 生动一点的 不要那种表情非常死板的啊 要那种表情生动的啊 这个这个歪嘴瞪眼的那种啊 或者这种笑的非常的魔性的这样的都行 好吧 颜色在手工具栏最下面 这两个色块这里换啊 换上头的那个 啊 那接着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什么呀 找到工具栏中 从上面数第三个工具 它叫做套索工具 哎 它叫做套索工具啊 它到套索工具之后 我们就要他的脸 对吧 我们只要他的脸 那我们用这个套索工具 这个工具怎么用 看啊 单击这么圈 可以圈出一个虚线来 这个虚线叫做选区 有了虚线之后 有了虚线之后 我们就可以单独的把脸拿出来操作 所以他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单击这么滑就行 看 这是套索 右键工具 可以得到紫菜单啊 我们选套索 不要选下面的磁性套索 和多边形套索 就选普通的套索工具 然后在画面中 这么一圈 画个球球就出来了 手都怎么办 没有关系啊 你就要他的脸嘛 你 你抖 你 你抖 你抖 你没有说让你做的非常的精确 你大概这么圈一下就可以了 哎 OK 好 圈好了之后 我们说要把这个区域 把这个脸单独的拿出来 所以我们要按一个快捷键 叫做Ctrl加勾 Ctrl加勾 那现在你看这个脸就单独的被我拿出来了 这个表情就出来了 好吧 我再来操作一次啊 看啊 找到套索工具 快捷键是L键啊 右键工具 可以得到他的子菜单 他有三个兄弟 我们选择最上面的这个套索 你不要选别的啊 不要选别的 然后圈 照着脸圈 圈一圈过来 圈完了之后 按一个快捷键 叫做Ctrl加勾 啊 就是这个勾圈开的勾 在键盘上找一下 H和K的中间那个键啊 这个快捷键叫做复制 将我们刚才做出来 这个虚线内的像素点 复制成一个新的图层 好吧 这就复制出来了 啊 复制完了之后呢 选择工具栏中的第一个工具 它叫做移动工具 选择完了之后 你看你把它这么拽 拽到刚才我们的这个画面里 看 它就过来了 看到了没 再来拽一次啊 上方 属性栏的下面是可以选择不同的打开图片的 看到了没 那我们用工具栏中最上方第一个工具 快捷键是V 它叫做移动工具 鼠标单击拖拽 鼠标左键按下不松手 把它往其他的画布名称上拖 拖过来之后呢 画面会自动切换 然后鼠标呢 再放到画布中间 它就过来了 如果说你实在是学不会 感觉这个操作对我来说太复杂了 那我再教你一个啊 你把这个看看上方这里 是不是开了两个图啊 一个叫表情 一个叫表情五 你把这个图拽出来 把这个表情五拽出来 怎么拽 看啊 表情五单击往外拖 直接拖这个东西 逼往外拖 让它成为独立窗口 看到了没 我们我 我之前经常画画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方法啊 画画的时候的时候找参考临摹的时候 你看我就这样 照着照着画 哈哈哈 好 然后呢 再用移动工具 从左往右 哎 这么一拽 你这么拽能拽过来吧 看 好模型啊 这个拽的看 哈哈哈哈 看啊 哎 等 看到了没 这么拽是不是可以拽过来 看到了吧 我再给它塞回去 看啊 塞回去 有内鬼塞回去啊 再回去之后 咕再拽出来 拽出来 从左往右一拖 回来了 从左往右一拖 回来了 用移动工具 工具栏中的第一个工具啊 拖 回来了 哎呀 真的好模型啊 这个笑的 好多脸啊 哈哈 好 这块能明白的给我刷一拨一 实在是搞不明白的 你也可以用快捷键啊 Ctrl加C复制 选择另外一块画布 Ctrl加V粘贴也能过来 好吧 Ctrl加C Ctrl加V也行 看啊 选择这个图层 Ctrl加C 切换到另一个画布上 Ctrl加V粘贴 复制粘贴也是OK的 好吧 Ctrl加C Ctrl加V也可以啊 那我把这个图层删一删有点模型了啊 Delay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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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上啊 上多了 好啊 那这个跨文本拖拽应该都学会了吧 啊 把这个脸复制图过来 拽过来 拽过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稍微调节一下 面部五官的大小 这个大小怎么调 好 Ctrl加T TTTTT啊 会出现一个框 看到了没 一个框 然后呢 拖拽四角 就可以让它变小一点 鼠标放在框之外的部分 稍微往外来一点点四角之外 看 光标会被掰弯 你也可以给它旋转一点 看 光标掰弯了之后 单击拖拽 可以旋转 直接拽四角 这是放大 看 缩小 放大 缩小 看见了没 哎 鼠标放在外面一点 光标弯了之后 就可以转圈圈 看到了吗 当完事以后回车确定就可以了 好吧 每次选择移动工具选图层的时候会有一个边框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的好啊那 是这个样子吗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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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移动工具属性栏里有一个叫做显示变换空间的把它去掉 不要勾它 不要勾它 不要勾 你在选择移动工具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属性栏里有一个显示变换空间不打勾 不打勾 好吧 不能打对勾啊 打对勾就完蛋了啊 打对勾就有那个框框 好吧 删多了可以Country加Z撤销 好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让它的皮肤变成表情包的那种啊 黑白的效果 这个怎么变呢 啊 这个放大缩小能明白的果实 二一波一 来看Country加T旋转 哎呀 没没没转上啊 Country加T 鼠标放在框之外 可以单击拖拽旋转 直接拽四角是放大缩小 好吧 拽好了 位置差不多了 按回车 Enter确定就可以了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对着这个图层二执行什么呀 图像菜单下 图像菜单下 图像菜单下里有一个这个调整 调整里找到我们的预值 找到预值 点错了啊 你们放大点 好 在图像菜单下 调整里找到这个预值 在这 色调分离和渐变映射的中间 有一个叫预值的 你看这整个菜单里就这么一个生辟字啊 叫预值啊 把它点出来啊 把它点出来 看 图像调整预值 你会得到一个这样的面板 好吧 这个时候你画面中的这个脸就变成小黑脸了 或者是小白脸 哎怎么办呢 预值这里有一个面板 你点了预值会有一个面板啊 在这个面板中有一个滑块 你可以左右滑哎 哎你看他这个笑的是不是非常的模型 我真的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表情真的很万能你知道吗 就这个人就这个影帝的表情 真的人家人家的表情非常的万能啊 你放在任何的表情包里我觉得都挺好用的 下面其实呢也可以改文字的 但是呢我不教大家改字了 今天第一节课你要就改字的话就牵扯到自间距啊 字体啊 自偶间距啊 一些文字的属性就非常的复杂了 好吧 所以呢今天你就先字你就用现成的吧 啊你看 主要就是把脸给我弄好啊 用移动工具给他抓到合适的位置 腰啊 这个刚才到现在还有同学才刚把图层建出来 还没有把脸涂白呢 所以呢这个妈妈来后面都会讲到的 啊预值怎么改刚刚走神了 好OK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啊 没有关系啊 来看 脸放大到合适的大小之后啊 图像菜单下调整里找到预值 这个命令它其实呢 有一点类似我们的色接命令 但这个色接呢 没有给大家今天讲的很详细 这个预值应该怎么去调 它的原理是什么 没有给大家讲呢 是因为大家的这个色彩基础太弱了 还没有学到色彩呢 它有点类似PS中的色接 如果有同学基础比较好 应该听过这个命令的叫色接 好吧 那你左右拖动这个滑块 就可以得到这个表情了 你可以拿它去 你可以拿它去黑一下你的室友啊 没有关系啊 你看这个色接上方的这个高高的东西 叫做直方图啊 这个直方图上面这个一高一低的 叫做峰值 这个后面你们学的色接就知道 好吧 你才把脸涂白 那你就慢慢的已经跟上了啊 才把脸涂白的同学呢 现在要去找一个你觉得合适的表情 把表情拖置出来 拖到这个图片里给它一个预值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一点也不难 好吧 拖过来之后 做完了以后 如果你觉得边边上这里有生硬的边界的同学 你可以再用白色的画笔 用白色画笔条小一点 把边上这点不太好的你可以给它抹掉 没有关系啊 下面这就挺好的了 不用抹了 好吧 它这个表情真的笑起来好见哦 怎么调整脸的大小 你看啊 你就是做完了预值之后都可以再调大小的 Ctrl加T 拖出来四角 就调大小了 让了没 大一点 小一点 啊 好 我们再来一次 好吧 再来一次换一个人的表情啊 这个我给它关掉啊 换谁的呢 换他 换他 或者是啊 我觉得这个表情太凶了 太凶了 好凶哦 换这个把这个笑的灿烂一点 哈哈哈哈 原来这个表情是黄魔 哈哈 啊 就是这个这个笑起来也非常的啊 喜感啊 来看啊 找到套索 不管你有谁的表情吧 先把他的脸大概套出来 不需要特别的精确以及精准 对吧 你说老师我手抖你抖你抖呗 啊 能抖成啥样 对吧 哎 好 圈好了之后 Ctrl加勾 复制出来 然后Ctrl加C 复制涂层 切换 画布 切换到这个表情包的画布里 Ctrl加V粘贴 这个有点诡异吗 我没觉得它诡异 我倒觉得它笑起来 贼兮兮的啊 好脱了之后 脸略显稍微有一点点的大啊 Ctrl加T 给它稍微的缩小一点 旋转一点角度 好 然后呢 执行什么呀 图像菜单上啊 调整你的预值 嗯 像这个呢 你就可以往右边拖一点 让它脸上的阴影多一些会好 会表情包会表情会更生动一点点吧 好 确定 然后呢 嗯 再去自由变换 调一调它的这个角度啥的 好 边边上脸这边的暗部太多了 黑丘丘的一下啊 你啥要转角度啊 你不转角度 那个脸不正啊 好 找到 白色画笔 你把这个脸边上这些啊 不太好的呢 给它擦一擦就可以了 这个眼儿笑得贼贼的 真的生动吗 你不说我还没感觉 你说我也觉得它笑起来有一点点 那换一个吧 再换一个 换一个吧 这个 你不说我 我还没感觉到啊 你们一 有些东西吧 就是不能说啊 你一说就 就越看越是有 越是那么回事啊 好吧 救命 好 我们用这个 这个它不可能吓人吧 好 OK啊 Ctrl加勾 用套锁圈出来 Ctrl加勾 然后用移动工具 你要不按按快捷键 你可以直接给它拽过来 拽过来 这个就看着 我已经有所期待了 给它放大一点 Ctrl加T 直接给它拉大一点 你要觉得它这个脸不正的话呢 你可以这个 稍微给它转一转啊 然后图像菜单下 调整里面的预值 这个就需要 稍微的给它 这个的光影也不太好啊 这个鼻子都看不到了 感觉还就黄泊的那个效果最好的 预值 这个预值 这个命令呢 有一点吃自身的光影 如果自身光影不太明显的话 它的这个就 效果就一般啊 直接确定吧 确定完就是这个样子的 相较之下 还是觉得黄泊这个最好 好吧 永远拽不过来 还是咋回事 永远拽不过来 那是你这个没拽好啊 Ctrl加C加V 复制粘贴过去就可以 好吧 这个图也 不太能行啊 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实在是觉得这个 真人的照片在转换成表情包的时候 不太好看的话 这里也有 看 有这种现成的 有这种现成的表情啊 你可以直接选取什么呀 你可以直接选取你觉得合适的表情啊 哪一个看见这个吧 我喜欢这个 你觉得合适的表情 用套锁圈住 圈住之后Ctrl加勾 复制出来 复制出来之后呢 给他 拖过来 也可以啊 但是你背景的这个图呢 背景的这个颜色呢 就要用他的这个灰色来做了啊 就要用他的这个灰色来做了 你一开始在涂颜色的时候 哎 哎 没 你一开始在涂颜色的时候就 就要用这个灰颜色来涂 这样他的这个表情才会你看 背景的表情才会一样 看见了没 如果你是白色的话 你到最后这个背景就会不融合 明白了吧 哎 这是我们的这个 表情包的一个制作 你也可以自己用用画笔去画嘛 你要觉得这个表情不合适啊 你想再给他加点什么啊 你可以再用画笔工具 选择一个粉红色 哎 用画笔之前一定要新建图层啊 新建图层 哎 那在这里你给他加个什么这个 加个什么腮红之类的都可以啊 啊 是吧 整个图片的话是左右中方号 哪忘了哪个放大哪个缩小了啊 左 左括号是缩小 右括号是放大 看到了吧 这是放大缩小画比 放大缩小画比啊 看到了没 滤镜怎么调超刚啊 这个第一节课不教大家滤镜啊 调成白色不可以吗 如果你用白色的话 他不行啊 因为这个我给大家现成的这个表情 他是有背景色的 他是有灰色底色的 如果你用白色的话呢 会把这个灰底色 就那个啥子啊 就就就不融合了 明白了吧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改 只不过大家今天学到的知识 不能说是改这个图片的背景色 这个图 好吧 这个要不然你用色阶改 要不然你用魔棒把图抠出来 所以呢 就有一点超刚不是不能改啊 是今天大家学到的知识 还不支持去改他 好吧 所以你就用灰的做就可以 可以给大家腮红 你也可以给他修改表情 这个小嘴 我觉得这个不好看啊 或者是你 啊 看过七龙珠吗 里面有一个那个啥 里面有一个人叫饺子啊 那饺子上面不是有 头上不是长了一根毛吗 长了一根毛哎 你给他加根毛也行 哈哈哈哈 或者你给他加三根毛也可以 我就好奇为啥不能选择自己想选的颜色 你是怎么 你是怎么选的 点开前景色 这里就可以选任何想选的颜色了 我这是红色系的 哎 大红色 深红色 粉红色 看到了吗 如果你不想要红色 你在这里条 我看 蓝的 绿的 鸡老子 看见了吧 呆毛啊 你给大家个呆毛也行 呆毛一般都在长一点吧 为什么我前景色是黑的 你点开你才能改啊 你看点开前景色才能去修改颜色啊 为什么我的前景色是黑色 但是我涂出来是粉色 前景色是黑色 你能涂出来粉色 你见涂层了吗 还是说你选择的工具对吗 是画笔吗 这个毛怎么画的 你就用比较小号的画笔 用比较小号的画笔 垫个涂层 毛 看见了没 或者你想要个呆毛也行 呆毛 三毛 都行 好吧 注意自己的工具是不是 选错了 好吧 我抠图过来怎么是灰色的底 那你说明你图没抠干净 你要是这个图 如果你基础好会抠图的话啊 这个金线一只假萌星啊 如果你底子好会抠图的话 你抠完之后这个图应该就没有背景了 你不应该会出现灰色的底 出现了说明你没抠干净 好吧 把手会会手抖 一根毛你有什么好抖的 你 抖就抖呗 那人 这个我头发还是卷的呢 那毛嘛也不见得是直的嘛 是吧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没有 这个头发这个东西就没有固定的形状呢 你这个抖抖抖呗 渣男孩吸纸套呢 他不能抖吗 哈哈哈哈 好 坏事了 没有你好看 没事大家画一画就好了 就一根毛而已嘛 对吧 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使用画笔工具 尝试一下调节画笔的软硬大小 尝试一下切换不同的颜色去图 都可以 这个毛没到发肌线上 那给他补上了 哎呀 到发肌线 哎呀 真是 老老是我的橡皮擦工具 为什么没有反应 今天先不教大家用橡皮擦啊 比如说这个图片 你看这个位置我图多了 我想把它擦掉怎么办呢 你可以图白色呀 你图白色不等于等于也是把它擦掉了吗 对吧 你这个位置图白色看 不也是擦掉吗 对吧 你要用橡皮也行 橡皮工具的快捷键是一键啊 快捷键是一键 它也是一个笔头类型的工具啊 也是一个笔头类型的工具啊 或者是你在这个位置在图上白色也可以 把它盖住 也OK 看到了吧 啊 那如果说你的橡皮不好用的话 就很有可能是选错涂层了 可以吧 做完了之后我们把它保存啊 这哈哈哈 这个还是挺萌的 我们换这个保存吧 好 给他改成白色的 不然的话他这个底不太对啊 改成白色的啊 OK 这个改白色怎么改的 你们就先不先先先等等吧 我们明天再讲啊 你们就照着一个做 要不然就是一开始就用灰色 要不然一开始用白色 好吧 建议大家尝试一下用预值的方法做就可以啊 就直接涂白色就行 或者用灰色的也行 好像也无伤大雅 对吧 不行 不能用灰的用灰的 他他他他还是伤大雅的 哎 放大效果不好啊 你就放的差不多大就可以啊 一开始用灰色或者是用白色 先把脸涂干净之后再去加表情 好吧 你要用真人的表情就用白色涂 如果你用老师给你的现成表情就用灰色去涂就可以了 好吧 有模糊状没有关系 因为你预值了之后就无所谓他模不模糊了呀 你看你预值了之后你还觉得他模糊吗 他模糊模糊重要吗 对吧 一般用预值的话对图片的光影会有要求 因为呃光影对比强烈的话 那个预值出来的五官会清晰一点 那这个图就是光影就比不太强 那个图案 刚才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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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很灵动的小姑娘 就是这个光影对比不太强烈 所以呢 你这个图片做出来之后预值完之后 那个五官就不太清晰 好吧 最后教下大家保存保存的方法 方法是contra shift加r次保存 一般的会要求大家保存两个文件 一个文件叫做photoshop文件 是他的默认文件 也是你将来要存储的原文件 原文件格式会保留你所有的图层 将来比较方便你去修改和编辑 所以一般的要求psd是一定要存的 存一个psd出来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电脑就没有二三四五啊 这个这个psd就是这个样子表情 一 好 再来再来存一次啊 啊 文件猜栏下点击存储为点击存储为或者是用快捷键 contra shift加r次会蹦出来保存面板在这里呢 你可以选择保存路径 比如说保存到桌面上文件名称 你可以想取什么都行 你可以取个名字叫雨滴滴邂逅的第一天 你们那个表情包就不要起我的名字了 你们做了谁的表情包就取谁的名字就可以了 下方的保存类型先选择一个photoshop格式 就先选择一个photoshop格上默认的第一个格式photoshop格式 点psd pdd psdt这是他小名无所谓啊 你就选择psd格式的就行 然后点击保存点击 这是我存过一次了啊点击替换点击确定 这就存上了 好吧 我才这么笨 倒倒也不至于啊 倒也不至于 每位同学的吸收不一样 而且呢 我可以告诉你啊 这一百多位同学里肯定有假萌新啊 你不用觉得他们怎么学那么快 我怎么学这么慢 一定有假萌新 这是泰迪 我我教了五年的课了啊 这是泰迪的教学经验 每一期课都是有假萌新的就藏在群里面 这个炸怎么说呢 炸鱼 啊 装装萌新 其实他是大佬 你到时候等你们布置作业了 你就知道 那大佬们交上来的作业就一个比一个的牛 前期可能还看不太出来后面他们的作业就变得非常的厉害 对吧 所以每位同学的起点可能本身就不一样 所以也没什么好比的 你学好自己的就可以了 好吧 怎么保存再说一次文件菜单下选择存储为 然后找到存储路径 选择文件名称自己输一个 选择第一个保存类型photoshop格式 这个格式叫工程文件 叫原文件可以保留你的做图过程 保留你的所有图层 隐藏的不隐藏的都能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能给你存下来 对呢 psd格式是原文件格式是一定要存的 存完之后 如果你想再存一个这种流浪格式发微信的 这个发完之后可以发朋友圈的那种啊 或者你可以在微信的聊天窗口里发给别人的那种 那你要在这个保存类型这里选择勾p一击格式 勾p一击格式选择保存 p就是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勾p这个是是属于图片浏览格式 是平时大家看到的最多的一种图片格式 好吧剩下的后面的这个什么勾p这两千勾p这立体就用不到了 选择第一个勾p一击格式保存 放出的弹框选择确定就可以了 这个图片就是直接可以双击打开浏览的图片了 看到了没 啊 这是我们今天的所有课程内容 大家今天的图片也可以存一下 psd呢是留给自己的将来我再想换表情 那我想去换个别的表情 我想换一个别的模板都可以 因为你有图层将来好改 而勾p这个是就是平时我们斗图要用的格式啊 你得存一个你不能给人家发psd 人家那边看不了psd属于一个文件 你发在微信里它是文件 他不能直接浏览和观看 所以呢你要存一个go pt用来斗图呀 是吧 将来呢教大家文字工具下方的字都可以改的 你可以把它 改成自己需要的文案什么哈哈哈啊 对对对啊随便改 好吧好那今天的课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的给我刷一波一 如果你哪里没有跟上啊 你或者说啊我盲心这个基础太弱了 我跟了一半对吧 没有关系我们是有回放的 你下了课之后呢可以再去看一下回放 像前面都听懂的就可以直接不用看了 你把后半段看了就行了呗 我也可以教大家如何看倍速的回放 比如说啊随便找一个课啊 我上一期是哪一期的是这个吗 啊这是我上一期课的这个预习课啊 好了亲爱的同学们啊七点钟到了 在下方这里有一个ex就是看回放啊 这exex就是一倍速如果你觉得我说话很慢 你听着很着急的话像预习课本来就是给盲心补基础的 所以大佬们也得稍微理解一下人家盲心啊 如果你觉得上课很慢的话你可以在回放中选择二叉 二叉就是二倍速 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前的预习课马上就要开始了 现在检查老师的声音后画面 就一定要选对七号七一号不要错啊0725 然后这个位置呢就是什么点击这里 二倍速的我二倍速的泰迪声音是很魔性的 哈哈哈你也可以二倍速如果二倍速觉得语速太快听不清的话 可以选择一点五倍或者一点二倍都可以回放是可以倍速看的 好吧素材下载的保存路径应该怎么修改 素材下载啊找一下 这个啊点击下载 这里点击改到桌面上 确定这不就改了吗 天呐你平时没有下载过东西吗 平时下个游戏或者下个软件不都是在这里改的吗 好吧 好这是我们的下载素材以及我们的这个回放倍速啊 根据自己的一个吸收程度来决定自己的回放倍速 好吧 课程内容比较简单的 今天的课就到这了 我们周三晚上再见 哎第一周预习课呢 大家要慢慢的开始不如正轨 慢慢的熟悉上课的感觉了 没有软件的记得下去下软件 好吧给大家比个心救命下课 照卡的事情回头再说 哈哈哈